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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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顾它有个55K的性价比 由于AMR采用了全盘动态模拟SLC方案 就算持续写入1T的数据 依然火力全开 于是我们填盘至空间仅剩40G的时候 开始读写测试 在只剩20G容量的时候 写入速度才开始跌落 反观256G固态这边 空盘状态下写入100G的数据 在30G左右就出现了调塑 SLC缓存用完了 虽说主控不同 但是越大的容量空间 有利于你的SSD 更好预留OP空间构建SLC缓存 也可以有利于主控更好进行垃圾回收 所以买固态能买大的就尽量往大的买 128G固态虽然又不是不能用 但它就像当年的iPhone16G内存一样 捉襟见肘令人淡疼了 第二不要迷信跑分 SSD的跑分造假已经是一个常态的 说造假可能会有点严重 但是SLC缓存的存在 确实让消费者受到一定的混淆 我们知道TLC科技的独解速度 是远低于MLC的 但是为什么市面上很多TLC的固态硬盘 跑分这么好看呢? 大多数的固态厂商 会拿出一部分的TLC空间 来模拟成SLC的工作方式 这就是所谓的SLC缓存 一般来讲这个缓存在 1G到30G的大小不等 甚至半盘全有模拟SLC也都有 大多数的跑分软件 读写数据都是在这个SLC缓存进行的 当你跑过大一点的数量的时候 就会原形毕露了 这才是固态的真正水平 虽然说SLC缓存对于日用体验 有着很大的提升 但是我认为消费者应该拥有知情权 所以不要过分迷信厂商的跑分数据 第三 非要迷信MLC 主控好才是真的好 听完上面说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MLC颗粒好像更好一点的样子 对于TLC的吐槽 无非有以下几点 寿命短掉速严重 先不说MLC颗粒市面上已经少之又少了 MLC颗粒的价格也不是那么的划算 由于SLC缓存的存在 TLC颗粒已经可以应付多数字用场景了 至于寿命的话 固态硬盘按照一次全盘插写速度来算命的 也就是说比如说1块128G的TLC固态 那么至少也会有500次的写入寿命 那至少也有64T的写入量 当然还要算让写入放大一些其他的东西 对于普通人来说 在正常的年轻年根本用不完 80%的固态寿终正前的原因 倒是因为主痛挂掉了 所以说一个优秀的主控比克里更重要 如果你真的想给固态硬盘续命的话 买一个大一点的容量固态硬盘 比什么都重要 随着未来Q2C的普及 大容量固态硬盘也会越来越便宜的 第四远离黑片而不知名商贷厂商 如果你有钱 那么质量上乘完全OJ8K的原片 肯定是你也不二选择 原片大多是出现在 有自主生产能力的品牌上 比如说三星啊 英特尔啊 闪迪啊 美光啊 东芝啊 当然有很多良心厂商用的是原片 还有一种叫做白片的 说本来就是有瑕疵的原片 价格相对较低 在你预算不足的时候可以退而求其次 至于黑片拆机编较 不知名的SSD商量厂商 为了你的数据安全 碰楼标碰 第五 不一定非得NVNE 由于NVNE协议的固态硬盘走的是 直连CPU的PCI通道 所以说你的主板如果有MTA2接口 直接上啊 当然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如果你想要一块又大又坏的MTA2 SSD 你又没有钱 那么去睡觉吧 梦里什么都有 NVNE的固态跑分确实是吊着SATA固态大 但是日常实际使用体验上 差距并不是那么的大 所以说当你预算不足的时候 带有那样的SATA固态 会是你一个性价比的选择 加钱上更好档盒又不是不能用档 你是哪一种呢 好的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固态选购的一些小小的建议 如果有不足或者纰漏 欢迎大家补充 上面这个视频指示 轻轻点水浅长折制 如果你想全方位的了解固态硬盘 可以移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有关于SSD的详细科普 如果你不喜欢微信也没有关系 我们的B站专栏 后续也会进行文章的推送 敬其期待 也记得关注我们哦 投币点赞收藏三连野 大家也别忘了经常在Toto店 放科技电脑工坊支持 空空健康成长 我们的Toto店有超级有意思的 大号鼠标店 硬面电子 RGB鼠标店 还有DIY电脑 也支持配件送装 接着都来看一看哦 本期科普视频是一个比较新的形式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档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意见 换在评论区的弹幕告诉我 好吗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